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买家已经把防线推上去 早前推上低位6.3 而进一步推上去6.55 现在这样升上来 关键看再升不升了 如果再升的话 显著升 例如今天有列口高开或者大阳烛收市 我就会把指赞位置 如果持货位置 就会放在7.32 了 怎样都好 开市只要站稳 在保利加通道顶部上面或者附近都可以 我就会即时把它推上去 先推上去7.19 这个高位 教大家怎样推高 再看上去 至于升浪目标多少 如果真的再升的话 就算市跌 它转强势的话 你可以放在多少呢 由这里 6.3 升到上7.19 看看升了多少 乘以1.618 再加低位6.5.5 这个目标是多少 那就是今天星期初的上升目标 如果今天星期初跟不到大市 今天星期内的上升目标 那这个就是第一个目标 希望期稳部加通道顶部上面 其他指标 全部理好 包括上星期四已经发出了 这个 红牛买入 双牛买入 来好转向 信号的MACD STC %K 和 %D 一起攀升 RSI 它的五天平均线 而两线都高过50 全部都漂亮 SAR 就有牌 未会转胆 每个加通道中逐都不会转胆 即是说 不会被跌穿 令到保力加通道变为利淡 这就是短线投机的理想对象 用大注的可以 因为五个指标都可以理好 最后讲完DMI DMI 正DI 升破了负DI 在1组 上星期四 那代表上升动力 大概下跌动力 最重要是ADX 现在是回升的有势 希望它升势转急一点就好了 现在已经高过20 了 在橙色的地方 大家看看 左手边是ADX 橙色的地方 现在最新高过20 了 22.595 了 看多样东西 看多样什么呢 看多上升通道 这边是平衡线 这边是1点 推上来 最高的1点 这边是上升通道 顶部就升破了 那就不排除它 接着1-2天是回市顶部支持的 只要搜到上面 市场继续升 机会很大 最好是如何 升到1.618倍才回落 小的四浪 再升到五浪再去 这是最理想的 希望大家都喜欢我的港股分析精华短片 想不想看触本版 立刻订阅Benny亮梁业豪YouTube频道 每个交易日都会重播一段 详细的港股市前分析 和一段港股即市分析的影片 时间是下午4点半和晚上8点半 如果想第一时间观看 并且在周末和假期都看到 可以帮助各位捕捉最佳进出市时机 令到投资获利变得更轻易的 港股、外围股市、外汇、贵金属、债市、 楼市、加密货币等投资市场的专业分析 那就要订阅我的Patreon频道 请大家多多支持